《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六四就快到了 很快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了支聯會的新主席 李卓仁上來跟大家說說六四 阿仁 多謝你 怎樣做主席 華叔我們講英文的句話就是 那隻鞋子很大 是呀 我真的牽不入 我真的不行 盡力了 盡力了 那個感受是怎樣的 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以前 一方面就是 以前我覺得我參與支聯會的活動 其實就是我會負責多些行動的部分 那些發言或者信息的部分 華叔一定會做 華叔一件事很好 就是他一針見血的那些發言 是真的很強的 有力 變成現在我要兩樣都想起來 又要想想怎樣行動 又要想想怎樣去給信息出來 所以也有一個壓力在這裏 另一方面其實就算華叔在這裏 我們也有一個壓力 就是每年都想一件事 就是大家一齊想 整個團隊一齊想 就是到底今年的人數怎樣 其實令我們很興奮 就是20周年那次 那次真是想不到 會有超過15萬人 有些人還說在外面入不到 那些警察叫他不要入 所以那一年是很厲害 然後想著那一年是20周年的效應 然後21周年也很開心 就是因為21周年同樣是這麼多人 變成沒有20周年的效應 都是那些人一樣照出來 所以我想兩年都是很大的鼓勞 那今次22年又怎樣 22年真的壓力大 希望迫敗為遠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個人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經常緊張的人數呢 其實人數是一個信息來的 是一個信息給中國共產黨看到 香港人是人心是沒有變到 甚至而年輕一輩子 其實肯定走出來繼續堅持下去 那這個信息是很重要 所以人數是 絕對是一個整個燭光晚會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信息 就是給全世界中國共產黨看到 香港人心是絕對未死 而是現在對中國現政權的 現在的做法 我們也是不滿的 其實我就是你們義工之一 其實大把人都是你們義工 那我去年和前年 我就去幫你們去籌款 那我也是站在唐街的出口 前年我就5點多已經去到 去年也是6點左右 那些人真的很早來的 那真的呢 我可以告訴你們 我5點多或6點多站在那裡 一直去到10點多都不用走開 只是去了一次廁所而已 就不用排隊 為什麼呢 因為藍廁就爆了 反而女廁就沒有排隊 那真的很厲害 那些人真的好像潮水般湧進來 但我相信就是四方八面 我後來也聽到有些人說 喂 滿了 爆了 不要去這裏 又說去草地 那今年 因為聽到有些人說 警方在四方八面就說 不要入了 滿了 不要入了 今年你們怎樣跟警方說呢 我們跟警方說 是不是去年你們已經跟警方說 叫他們不要入呢 不可以不讓人入的 一定要叫那些人入的 所以去年其實我也聽到這個訊息 說警方不讓人入 所以我特地在台前跑到幾里坐著街 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看到警方就封了在那裡 有一條封鎖線 我說不行 一定要被人入 後來我跟他說了 他說不是 現在裡面很多人 我們跟著會放了 所以我去到那時候 他們就會把那些人放進去 所以一定要給那些人入 沒有可能不讓那些人入 我們跟警方說 但是你有個容量的 你消防 什麼都有 是的 有個容量 可以真的爆了嗎 爆極呢 我們跟警方說爆極 那些人可以去譬如說音樂亭那邊也可以 其實整個維園 從有很多通道位 大家都可以在那裡 即是你們有足夠的抖測 有足夠 還有音響夠不夠 音響呢 音響呢 我們今年除了音響之外 我們吸取了以前的教訓 就是在草地 除了音響之外 我們還要弄了螢幕 變成在草地的人 大家進來參與 都可以看到台上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個比去年是好一點的 去年我們也沒有弄過螢幕 今年我們決定一定要弄螢幕 因為有些市民去年反映 就進入到草地 好像看不到東西 所以今年一定會有的 而我們相信的音響呢 如果是在草地那邊 也可以去到音樂亭那邊 所以變成大家無論有多少人 盡量逼爆它 不要理會了 逼爆它才算 對我來說 一定要大家來逼爆它 大家來到 拿著蠟燭就是一個態度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今年老實說 你老人家就沒有空 在那邊走到 去基利佐治街 那今年怎麼搞呢 如果警察又碰了 其實我們有跟 我們之前也跟警察談過 其實我們跟警察談 你一定不可以 是不讓人進入的 警察就說 他們也絕對不會這樣做 他們一定會讓人進入 他這樣答應我們 有一個承諾在那裡 但是我們也會有抖察長 在基利佐治街看著 是一定要確保讓人進入的 是啊 因為看到上兩年他們是 我們即是看到人進來 每次捐錢都很開心 為什麼突然間好像少了呢 原來去那邊 他已經截了那些人 所以你們一定要多些人提醒 唐街那邊是這樣的 唐街那邊 就會去到某個位置 就要截了 因為那裡 他的設計是這樣的 球場滿了 球場滿了 然後就在基利佐治街進入 所以就變成唐街 就去到 即是最旺滿了球場的時候 唐街真的會沒有人進入 所以就轉去基利佐治街 但是我們跟警方說 你轉過去也好 一定要讓人繼續進去 因為那裡去草地球場 草地球場就近一點 所以都可以的 基利佐治街一出來 就立即入草地 就不經過唐街 其實我說錯了 我是在基利佐治街 我不在唐街 為什麼我不在唐街呢 可以告訴你 因為唐街太吵了 不是都去人 我最喜歡都去人 太多人 但你之前會是很好的 即是甚麼人都被他擺盪 但就吵到你自己也聽不到說話 不過無論如何 今年大家一定要來 阿仁也說了 跟警察也會再談 是一定可以進去的 我也留意到有些人 他來一會兒又出來 這個沒有緊要 就像拜山一樣 但也要來的 其實你在遊行 你都說 現在的情況在內地 就越來越差 我們維權律師關注組 都是收到同樣的訊息 或者你再跟我們的觀眾聽眾說一下 你們現在怎樣掌握 內地的人權的問題呢 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六四遊行 六四祝國晚會 其實不只是抗議 22年前的屠城 不是抗議 是否平反六四 而是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抗議現在現政權對 人權和維權的鎮壓 大家看看 過去自從說 中東無理花革命 有開始有無理花行動 我們覺得 中共政權 是借花鎮壓 其實坦白說 人們去微笑一下 散黑暴 你這麼緊張幹甚麼 但他們其實 是特意 要收緊 你一微笑一行動 用那樣的理由 除了在現場捉了一些年輕人之外 也立刻用這個藉口 封所有維權人士 就是維權人士 現在我們和維權律師關注組 弄了一個國保出沒注意 即是一個旅遊警示 即是告訴香港市民 就是國保 不是那個國保 不是紅貓的國保 是國家保安的國保 其實我們就發現 是有我們的名單裏面 有五十六個人 在不同的城市裏面被拘捕 這五十六個人的名字 我們就在地圖上出現 告訴香港市民 大家去旅遊 其實要想想 其實那裡有人捉了 北京有二十多人捉了 如果你去到北京旅行 你想想 其實也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理論上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關注到 現在國內的人權狀況 是真是最惡劣的 我想在這麼多年裡 今年的鎮壓是最嚴峻的 最近就報告 江西有個政府的大樓 被人爆炸 那個人又死了 那個人又說自己上訪了十年 要搞些事又沒有人理會 這些是非常恐怖的 這些跟中東那些差不多 因為那個人 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挑戰你 我買到來 炸彈就引爆 這些我覺得真是很慘 我想現在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中國老百姓會覺得自己 是沒有渠道 是將自己的冤情 可以上到北京領導層 或者去解決的 大家知道 現在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上訪村 以前就說上訪 你信訪辦公廳 就會去收別人的信 那類東西 但是那些人就在那裡等到達福 即是用自己的決心 是希望可以取得到一個答案 但是現在上訪村已經拆了 其實現在我們聽說 有些人去上訪 直接就抓了他們 回到自己本來的城市那裏 就在那裏困住他們 去教育他們 叫他們做甚麼要上訪 禁止他們上訪 其實現在是將整個百姓的矛盾 是一路鎮壓著 其實我們覺得遲到爆 那次江西那個是用一個人肉炸彈的方法去爆炸 現在最近內蒙 又今天很緊張 內蒙的人民也很生氣 為甚麼他們有些內蒙的居民被人剷 即是用車撞死了 是沒有得追究 即是變了這類的矛盾 我想全國現在在周圍燒緊 但是中共政權應付矛盾的方法 就不是疏道或者解決 而是應付的方法 總之不要將這些事件和維權 拆在一起 就將維權那邊斬了 即使維權那些人完全是控制著 或者真的監控著他們 他就維穩 維穩費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比軍費更多 應該是六千四百多億 你說死不死 所以你說多荒謬 即是維穩開支大的國防 即是代表著甚麼 國防開支就是怕外敵入侵 抵禦外敵 你不就是當人民是敵人 即是你變成你要禁它 維穩要控制著人民 要壓迫人民不讓他們發聲 我覺得這個就是維穩開支的最大用途 所以現在整個網絡也都封殺了 你也知道網絡之庫 即是那個防火牆之庫 又被人扔鞋 那些人很生氣 其實現在又是一個臨界點 就是本身國內民生有矛盾 年輕人想有一個資訊的自由 那方面有很大的矛盾 那你兩種矛盾 而他用的方法就是壓 即是鎮壓 要將那些維權人士 和這些所有民生問題去割離了 以為這樣會穩定 其實這樣還死 其實維權人士 維權律師其實正在幫助政府 正在疏到 是 真的很慘 我們經常想幫維權律師 經常收回來的訊息 大家都很心痛 今年也是新海革命 100周年 香港就真是顛覆基地 這個我相信也是令到中共人不害怕的 我相信你們支聯會一舉一動 他們就怕大把人下來了 我相信你遊行也好 哪裏都大把人在監視監控著 那你們支聯會 覺不覺得有壓力 那我們一定頂住 我覺得就算你怎樣監控 香港本身都是一個大家有一個自由的空間 反而我們覺得我們所付出的代價 相對於國內的維權人士 其實很微小 所以我真的覺得香港人 大家要想一下他們的勇氣要多大 才可以出來說話 每一次出來說話 他們所付出的代價 分分鐘是不知幾多年的酬勞 即是牢獄 幾多年的牢獄 變成這樣 我們在香港相對上 雖然有打壓 即是現在政府也是用盡所有的方法 在中聯辦去打壓我們的遊行空間 用盡所有的方法去打壓我們的集會 遊行的自由 尤其是民主女神像去年他搶了 今年沒事了 今年沒事了 但今年沒事了 原來他轉移了陣地 去了油麻地那邊 有些人就整個海報 他就罰他1500元 去塗屋那個牆 又要嚇人人在地上 人家寫一本橫額 又下去嚇人人 即是警方那天沒有處理到 我們民主女神像 原來走到油麻地 就不去銅鑼灣 但始終都是想收窄的空間 所以我們 不過支聯會 即使我們有大家市民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公民社會支持 是可以頂得住的 但我們相對上 國內同胞許利付出的代價 真的更多 那個六四人 很多人都會形容他 即不是很多人 有些人包括董建華那些人 就說是個包袱來的 就是經常說要放下 那華叔當然是閉睬他 就算現在好像你和我 何俊仁、張文光、李永達 全部都回不了大陸 亦都不讓香港普選 有些人跟我們說 又是又是因為六四 因為那些傢伙 又說要推翻他 又是這條路 他說你普選 你整班人上場 怎麼行 即是他將六四那件事 和香港的憲制改革 就全部扣在一起 那你是不是都覺得 其實都是要兩樣一起解決的 即是你不可能說 我們不說六四 老實說 就算你真的不說六四 你怕他又會給你普選 不過他現在就很方便地 就說這樣 那你自己怎麼分析這件事 我覺得兩樣一定要一起解決 即是我們不可以僥倖心理 或者是想著算了 我做鵪鵲 不說六四 以後我做順民 那好吧 我做順民 然後不方便想著 我做順民 我哄他給補選 我們 哄完補選 我們 我們才去搞其他事情 那沒有可能 老實說 那些共產黨 都不會相信我們 是會盡信民 即是你 就算跟他說 我鵪鵲了 你走何蟹了 我做何蟹了 他都不會相信你 第二件事 就是如果 就算你覺得他會相信你 是不是你要犧牲了我們香港現在 對我們愛國的自由 我們愛國的權利 我們要變成一路來的理想 就是結束一黨專政的理想 要我們全盤否定了 然後換取一個普選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沒有意思 因為我們香港就是香港 我們香港是一個整體的 即不是只是普選解決了一切 而是我們本身 也應有的自由 我們也要捍衛 如果為了普選 我犧牲 或者我換自己的鵪鵲 或者自我 嚴割 或者自嚴了 我不再說 其實這樣的普選 我想香港市民也不想 我們要的就是 徹徹底底的一個普選 真的普選 所以回到你說 多少人出席的六四燭光晚會 是很重要的 即是那些人 即是現在越來越多內地人 你待會都會請你說 你自己怎麼看 是否內地人參加香港的活動 但很多香港人 他們都是香港的選民 所以他們來到這裡 他們支持 去到11月選舉 或者明年9月有選舉 他們都會去投票 即是他們都是把兩件事 混在一起 那你大陸經常說 喂 你們這些人 你不要搞什麼 河水飯井水 你不要搞六四 我相信 就算你真的肯 喂 大佬 那你就不要去選 是不是這樣 你說這個信息是不是這樣 所以是 價值不只是我們 即是這個六四的堅持 這個價值觀 是全香港市民 或者很多市民 是有共同這個價值 而我們支聯會當然是想 所有人都有這個價值 繼續去爭取下去 這個我們絕對不會動搖 不過說起香港人本身的看法 其實有很多歪理 我不知道你那天 立法會那天辯論 我不知道 潘沛求醫生議員的說法 其實他的說法 我覺得就是 第一 開始的時候 他的說法就是 他因為六四對他很大影響 我立即豎起耳朵 聽聽什麼 原來他說是個傷口 也不錯 然後跟著就說 因為六四原來他移了一萬 然後移了一萬五年之後 是回來 但是他跟著的反省就很嚴重 他說發展得很好 他說 六四好像棵樹一樣 他的森林就是中國歷史的森林 然後跟著數了中國歷史以前 被人欺負的東西 就是外敵入侵 馬關條約 就是甲午戰爭 就是說了在苦難 高降的森林 六四是一棵樹 如果這樣的話 我很嚴重 我自己聽完之後 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中國一直苦難下去 都沒有壞 因為以前更苦難 他說現在是關鍵時刻 所以大家要團結 去維穩 關鍵時刻 要團結 要維穩 但是其實 為什麼要把穩定 和國家的發展 好像有一個矛盾 如果有民主 就沒有穩定 這個假設 我覺得很離譜 很多人都有這個假設 我覺得 幸好現在共產黨是專政 如果不是就亂了 但是這個我想是 共產黨所宣揚的一種神話 是跟這些洗腦的一個想法 自從當年華叔說過 董建華叫他放下包袱 自此之後 有沒有任何 即內地 或者特區政府官員 或者商界 走來找支聯會 叫你們放下包袱 或者說些類似的事情 沒有的 我想就算有些人 即內地有些人 經常說想找我們溝通 我覺得如果你要溝通 我一定跟你去說 我們都一樣擺明 是結束一黨專政 我想他們都知道 都不會叫我們放下包袱 即政權都沒有再說這些 沒有人再說 我想這件事他們都知道 說來也是浪費 坦白說也是 因為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 現在熱門話題 就是那幾個疑似 到處走 真是笑到肚痛 吳康民更加廢話連篇 又說鐵三角 講完又說原來是開玩笑 以後人家都不知道怎麼對待他說話 那些疑似你覺得 是不是都應該就六四 其實他們都沒有怎麼說 是不是 他作為想做行政長官 你覺得下一屆行政長官 候選人應該都很清晰出來說這件事 其實根本所有候選人都應該去表態 關於這件事 因為沒有 這件事是整個香港歷史和現況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怎麼看中國的政權 作為一個特首 你如果出來選 你一定要去說 你怎麼看六四 怎麼看現在中國政權 鎮壓維權的看法是怎樣 因為始終 香港和中國是沒有關鍵那麼密切 你一定要是一個表態 但是我想現在他們 現在倒轉他們想表態 不是向香港市民表態 他們是中央交心的 就是范徐黎泰說明要23條立法 他說不是紅水猛獸 他說不是紅水猛獸 就說應該要下一屆的政府 要為有23條立法 這個候選人 昨天退了 被記者一圍他就害怕 是 但他昨天退了 我覺得其實很矛 說完一些事情 其實是玩文字遊戲 我記得他的說法就是 我說特區政府要處理 他這樣說 他現在就說是挑戰 是 如果特區政府要處理 他可以說現屆特區政府要處理 現屆已經說不處理 就是說如果他做特首的話 就變成他在下一屆特區政府 那是不是他會處理呢 我覺得他其實已經交了心 也是想給壓力其他的候選人 就是如果大家要做候選人的話 大家都要交一個功課給中央 當然他當然說不是中央叫他這樣說 但我不是很相信 就是我很相信一件事 任何這些 范淑莉泰作為人大常委所說的話 其實都是 當然有跟中央打招呼的 當然 他們有什麼獨立思考 不過曾蔭權呢 去年還是前年都說過六四 一句說 我代表全香港人 是嗎 是呀 我們馬上有 他說其實經濟發展得很好 他經常都說過 就算是自由黨或者其他都是 他說你們不要這樣 經濟發展得那麼好 國家有很多建設 那你們就接受 就向前看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都給多些壓力 那幾個疑似 他除了六四 基本法二十三條 普選 法治 全部都要表態 這個梁振英 我請了他上來這個節目幾年 都不敢來 他不肯來 閃到不得了 街工叫他下去 我去到區域說話 他就去 我叫他上來 也不敢 這個唐英年也不說 范淑麗泰現在出來說二十三條 我都會想請他上來 就是 問題是 我相信市民 雖然他知道明年是小圈子 但是我相信市民 都是期望這些疑似的人 都要處理一下六四這個問題 這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香港人很關心 是的 其實我們現在等著范淑麗泰回應 我們 我們一起寫了一封信給所有人大 我們見了羅范昭芬 范淑麗泰我看不到他回應 但他還未回應 他說會約我們 但是還未說什麼時候 其實我們在等著他回應 現在看看 如果他聽到的話 快點打電話 大家約時間去見 因為我們覺得現在人大那群 全部三十六個 其實對國內現在所發生的 所有的事情好像不出聲 即是鎮壓了那麼多維權人士 他們可以一點事都不說 即是他們有什麼責任的 他說了趙連海 他說了趙連海 馬上被黃光出來說 喂 河水瓣井水 你有沒有搞錯 人大 講趙連海 都是瓣井水 然後就沒有聲 那次起碼是他們做些事情 但現在最近所有 艾未未去 一點都沒有說過 所以我覺得人大那些 真的有責任出聲 不過 當然大家都知道 他們都是橡皮圖章 他們都是委任出來 他們可以做的事都是很有限 但我覺得他們作為人大 人家委任了你 人大你也要出來 向市民說一下 到底你怎麼看 但我們沒有什麼人回覆我們 除了羅范昭 除了羅范昭 羅范昭見過 范昭尼泰就說 就說會弱 但其他就沒有 完全沒有 對 沒有了 所以那三十六個人 大家真的 心中有數 他們的立場是怎麼樣 是的 那說一下 其實 就是 囚款那裡 前年都很空洞 就是一晚 老實說 不要說有十幾萬人 迫爆維園 你只是看看那些籌款 都嚇死你了 幾個小時 有些是人民幣 你們怎麼掌握 有多少是內地的人 他們來參加活動 這是很鼓勵的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人民幣 還有很多人 結束了集會之後 都會過來跟我們說 說他們是故意在內地來香港 來參加六四國買會 多謝支聯會 是搞這些活動 還有昨天遊行 也有些內地的學生出來說 他們是透過推特 是大家串聯在一起 來參與香港的遊行 所以現在就變成了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新的形勢 或者很寶貴 就是自由行 來香港又這麼方便 內地 現在香港的大學生裡面 一成是內地生 所以其實我是一個機會 本身 就是我們香港 去發揮這麼多的作用 就是 令內地人 都可以透過用香港 來曲線地 轉向中共政權 去說話 我記得以前試過 七一有些內地的人 來維權 他們來香港 打開橫額 是說他們自己內地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的 我們沒有說海水飯淨水 是的 我們沒有的 我們完全覺得 如果他們覺得香港的空間 可以用來表達內地人 自己對於民生民主的不滿 我們很歡迎 所以其實現在是一個好處 就是開始內地人 可以來香港參與我們的活動 另一個場合 我也很記得 內地人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或者很多人來參與 就是趙紫陽的悼念活動 因為他們覺得 他在內地也不能做 香港真是一個地方 是一個基地 真是基地 真是基地 大家在內地不能發聲的 可以來香港發聲 這是很寶貴 第二個寶貴點 就是 如果我們的香港大學生 可以跟內地大學生 多一些交流 讓他們明白 這個六四真相 和我們怎麼看 一個政權 一直壓制人權 沒有民主沒有自由 我想這裏多一些交流 希望內地人 亦可以支持我們的活動 特區政府都給很多錢 請那些 不要說大學 或者中學學生 經常回大陸洗腦 但是澳門 你也知道澳門有些規矩 是不准外人去示威的 所以你和我的人一起進去 他們的示威只是本地人士 但是我們香港暫時的示威 就是澳門人也可以來 你台灣人也可以來 你內地也可以來 不過我留意到 支援會有一件事很好笑的 就是 你們都說話 當然是說廣東話 有年來開始就說國語 普通話 有些人就說 很可憐 為什麼你們的普通話 這麼噁心 現在就好像找到一些 說得很標準的人 很正不標準的人 有人投訴 你們說 你們的普通話 很恐怖 所以我不用怕 我有自知之明 我喊口號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 選擇好一點的人說 所以我們現在的六四 的祝國晚會也好 遊行也好 我們是一個標準普通話的詩儀 是可以大家聽得很清楚的 一定做回一件事的 所以這個也是 希望可以令到內地人 更加可以投入我們的活動 所以我們都會用普通話 他一定要聽到 今年六四就是星期六晚 大家記住來 早點吃完飯 但是六三已經開始有夜 你說一下給大家聽是怎樣 其實六月三日 我們有一個叫做 廣場日與夜的活動 它是新的活動 這個活動 希望可以吸引到中學生 來參與 好像入營一樣 它入營是怎樣 這個學生營是怎樣 是通宵活動 我們從下午開始 一直有些處境 是讓他們進入 即是他們要各式扮演 可能有些人要扮解放軍 有些人要扮演學生 有些人要扮演知識分子 讓他們重演 六四之前 一直到屠城 整個歷史 讓他們有各種感受 這個是新的所謂 教的方法 我們希望可以令到中學生 有一個直接的參與 他們整個時間表 由下午兩點開始 一直到晚上 十二點 然後第二天 又繼續有活動 全部都是希望我們全程投入 就是整個重演六四 當時所發生的事 他們這麼小 他們怎知道 哪些人在這裏教他們 我們有一群義工 是負責大組 我們有些講座 跟我們聊天 所以整個活動 本身 我們已經有些大哥哥 即是大哥哥義工 會帶著一群學生 去做這個活動 我覺得很有意義 就是讓他們可以直接感受 廣場那種感覺 始終我們將維園變成廣場 維園都很配合 兩天都可以給你們 因為有個階段又怕 又說 他又說什麼維修 完全沒有這些問題 今年沒有了 所以今年6月3日 那天會有這樣的活動 其實6月4日早上 我們有一個民主藝區 是 所以大家很參與 沒有 那個就讓藝術家 大家自由發揮 即是他們來到 有一個藝區 他們會做他們自己 藝術的表達 大家也可以去觀賞 他們的藝術表達 這個題目也是圍繞六四 我覺得這個也是值得大家來的 今天有一件事也是爭議 特區政府說要搞國民教育 其實說國民教育 沒有什麼人會反對 問題是怎麼搞 中聯辦的郭鐵村 無緣無故去說要洗腦 你們支聯會 怎麼看他現在要這樣搞呢 我覺得郭鐵村很好 講真話 我要給他們一點掌聲 對呀 他們根本是擺明要洗腦 我覺得 當然支聯會覺得 我們不是反對說國民教育 但是我們覺得要一支真正的 愛國的國民教育 就不是一些假的東西 我現在擔心他們 現在就這樣看的諮詢文件 有些很好笑的 就是 他要做到一個效果 為什麼要量度成效呢 就是 那個學生要大聲說 我是中國人 這樣就很高興的 這樣 然後或者是 國家隊拿到冠軍 大家要很開心的 但是這些 很假的 好像球迷一樣 要將香港的中學生 或者洗腦 將他們變成一些 很廉價的愛國情操 早知道 大國很威水 威水的東西你就開心 但是有些不威水的東西 有些是鎮壓人權的東西 是不是就什麼都不說呢 就是在他們的量度那裡 就是指標 就不會說 你一個人有獨立思考 覺得國家發生一些負面的事情 我們要反思 為什麼國家會這樣 就沒有這類的 全部都是一些 比較好表面的 很虛假的 很廉價的 愛國情操 這就是他們想推的 我想我們 就反對這類洗腦式的 國民教育 而我們擔心 他雖然沒有考到學生 但是你看回 諮詢文件 其實某個程度 他好像 要平衡學校 而學校要平衡學生的表現 整個來說沒有考試 但是也有一個平衡 其實對學生來說 就要強行擠出感情出來 我怕他們 這是很沒意思的 那天我聽到有個電台節目 有個家長打上去 就說他小孩在內地讀書 有很多考試 有些標準答案 小孩不喜歡 自己說自己 很低分 後來如果跟他那一個 就高分 所以很嚴重 香港是這樣的 如果將來 他搞這些國民教育 就是會這樣 雖然他說不用計分 不用考試 但是你平衡學校 用這些標準的話 學校都會給壓力 老師 老師會給壓力 學生 最後想把香港的學生 真的洗腦到一個地步 就是對中國現政權 是沒有任何的 只是想去好那邊 就不去想去負面那邊 沒有任何的訴求 沒有任何的民主自由要求 其實這幾年看到 你六四都很多學生 很年輕 我就想問問你 支聯會 雖然你也是很年輕 但是那個生火相傳 有兩件事我們很關心 就算我們民主黨 我自己很關心 一 年青人 二 就是女士的人 唉 我經常看到你們 情巴真的很汗 全部都是好汗 喂 大哥 一半的人類是女人 就是這兩方面 你說說你們有甚麼在做 第一就是殘愧 就是英烈要出來才行 雖然我們常委裡面都有女性 但是我同意你說 應該鼓勵多些女性出來 參與支聯會的工作 另一方面 年輕方面 我們就有一個知青組 我們每一年的六四足光晚會 就會招收一些青年人去參加支青組 希望由他們的支青組 他們自己組織自己 然後他們自己去討論 他們自己有甚麼活動 然後將來 將來就可以參與我們支聯會工作 其實支聰事件都不錯 譬如說 我們的除夕倒數晚會 是支聰組負責 他們做得非常認真 還有做得非常好的效果 我們也希望給更多的空間 知青組 年輕人去發揮他們自己的創意 他們自己去想想有甚麼方法去推動 我們也希望 我們也希望 女性和年輕人 我們也希望 我們民主黨也不敢批避人 我們也要盡力去做 今年 往年六四的時候 有些外地的人會想來 有些在歐洲也好 其他地方 特區政府也不允許他們來 有些藝術品想送來 他們也不允許 今年會不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你們知不知道現在的訊息是怎樣 現在我們沒有聽到 海外民運人士要來 但最好他們其實就不要跟我們說 我覺得最好他們真的來到門口 其實我們也做不到甚麼 即是他告訴你 你也幫不了他 我們也幫不了他 因為我們曾經試過 告訴我們 我們想跟特區政府去說 最後也說不定 最明顯的是 黃丹和吳爾開起那次 那次是我們真的跟特首說 希望他們進來 所以我們一直有處理的申請 但也沒有用 發現其實 但我們沒有處理的那個 就進來 大家記得呂京花進來 因為我們沒有發聲 不認識他 所以其實不認識更好 即是特區政府不是認識 即是有時 漏網就比正正式式去申請 我已經沒有了信心 後來讓他進來又怎樣 特區政府有沒有發難差 沒有 他沒有辦法進來 其實老實說他進來 他做甚麼 沒有甚麼的 他都是悼念華叔 即是他只是有個心在 大家又不用 即是我覺得政府那方面 也不用那麼緊張 其實他怕甚麼呢 你自己理解怎樣 你黃丹那些 他怕甚麼呢 是不是黃丹來了 北京會殺他們的頭 他怕甚麼呢 特區政府 很明顯特區政府要問過北京 才准許他們進來 即是北京不讓他來 即是北京不讓他來 即是北京其實為甚麼不讓 我們又不明白 其實整件事本身 其實黃丹就算他來香港 即是他開記者之後 會說完他想說的話 那又怎樣呢 難道北京是倒閉的 即是沒有東西的 但當然北京要守著這條線 即是我想他… 黃丹還不是通緝犯 黃丹已經坐了 黃丹不是坐了 即是如果他有些通緝 反而呢 你也有 是的 你也可以有的理由 但是香港 黃丹完全沒有這個身份 他已經坐了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不合理 就是他是死都不讓黃丹 其實我們覺得他們進來有甚麼大不了呢 所以今年我們都沒有說 安排甚麼民運人士進來 亦是如果他們進來最好 最好他們突然間出現 反而又機會大些 跟我們說我們都做不到甚麼 另外就有一個雕像 現在我們等著看安排甚麼時候進來 在美國 就是美國的 這個就是陳維銘上次為天安門雕訴那裡 和民主旅行像的雕像家 他就為華叔做了一個雕像 是的 我看了報紙拍出來 把華叔在前面 是的 把華叔在前面 我們都在等著看 如何安排那個人來香港 那有沒有安排哪些人 那晚會說話 透過視像、錄音或者甚麼 其實現在是很艱難 我們本來很想安排 電話訪問也沒有嗎 沒有 我們想安排內地的人說 很多人都不敢說 現在是丁子林會說 丁子林會發言 然後黃丹會發言 所以內地 我們很想內地有人可以說話 我們聽說想盡量安排 都安排不到 這是很可惜的 因為現在 大家看到維權的鎮壓 其實令到裡面很雅雀無聲 以為是很悲哀的 因為其實他們那班 已經是很感染的人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我想也是嚇到他們現在 即是不敢出聲 我想是有些威嚇 逼了他們不敢出聲 那些外國政府那裏 照你們的理解 是不是他們 因為有些都會有 跟大陸有個所謂人權對話 他們是否一直都有繼續提及這些 還是你覺得他們是怎樣 有提及的 每一次 我們自己的支聯會有參與 就是有時他們的外國 說要對話之前 外國領事又找我們談談 或者有些人權的專員 又過來跟我們說 我們也有給他們名單 有要求他們出聲 某個程度 我想他們有做的 但是層次是很… 就是人權對話的層次 就是你變成人權對話的層次 說完之後就完了 然後大家各自表述 雞同鴨講之後 但是我想現在最糟糕 作為一個外國的國家 整體來說是不給中國壓力 我想他們關心人民幣的升值 比人權的幣更多 那真是很大劑 很大劑 所以現在你看 就算以前 就是國家領導人 要去訪問一些地方 有時他們就拘捕了一些人權 就是民衛人士 訪問之前又會放一個 現在廢話 現在不用放 現在不用放 就照去 所以其實現在比以前更加閉 所以中國因為他的經濟力量 所以其實他鎮壓 他鎮壓下去那些維權人士 那些維權人士的處境更加艱難些 有些人就說其中一個 就是為何他現在這麼緊張 就是因為快要改朝換代 明年三月 就說 胡錦濤可能要下來 或者可能習近平上 那你覺得那是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或者誰想都是這樣 我完全不相信這些原因 因為每年都有些原因 奧運又說是奧運 世博又說是世博 那你每年都有些原因 說要鎮壓 去合理化鎮壓 現在就說改朝換代 現在要跟著新的領導人要接手 剛剛是交接時候 但是我們相信 就算你交接了之後又怎樣 如果你的意識形態也是覺得 就是維穩 穩定壓到一切 維穩是重要於一切的話 他們就繼續這條路線 任何風吹草動 他也是消滅民衙 是不讓市民出名 不讓人民有任何資訊的自由 他們會繼續這條路線下去 所以我自己不是很樂觀 就是說 就算你習近平想 可能做事一樣 是一樣是鎮壓的 你現在是領導支聯會 你做事的方式 你會有些甚麼 你自己的鴻圖大計 或者是怎樣帶領組織去 我相信我們就不會香港武裝 革命起義 香港人都不是那一隻 雖然我們現在就一百周年 新來革命 你自己想想支聯會怎樣行 因為他們就很害怕 因為我們知道 特區政府是實看這個節目的 中聯辦都應該看的了 他實想知道 你老人家有甚麼想法 我覺得我們整個團隊 以前做的事 其實都是一路堅持很重要 這是第一件事 這件事一定不會改變 但是現在就著新的形勢 我覺得要行動多些 因為你真是始終 你壓拉得那麼厲害 我們要回應 更加要密一點 拉得多些 我們要密一點 手去抗議 這方面 但是我自己最想做的一件事 但是也不是容易做的 就是我很想覺得 香港應該搞六四紀念館 六四紀念館 這個就變成問題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運作不是太艱難 為什麼呢 現在怎樣也好 通識教育 國民教育 如果老師有空間 我有個空間給他 我相信他也可以來 亦敢來的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空間給他 他進來後 全部的事已經做好了 什麼叫做全部的事已經做好了 你說清楚 即是那些資訊 即是六四當時發生什麼事 那些展覽 那些圖片 各式各樣的字 全部都有在這裡 對 全部關於中國現況 那些分析 全部都有在這裡 其實可以很方便 老師進來 就可以教育下一代 所以我覺得值得做 還有這麼大件事 到現在沒有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去 我覺得是很可惜 阿仁 你去過那個 叫做香港歷史博物館沒有 去過 你有沒有看過香港故事 是 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這麼清楚 有看過 很大的 很多層的 好幾年前 他初初開始 我已經去看完 我就馬上寫了一封信 給當時的民政事務局 他罵他 一來一來就洗腦 你看完 差不多你不太知道 原來英國人在這裡 一百五十年 即是沒有了 很少 但這是歷史 你不可以埋葬 即是他放得很少 還有六四 可能有兩張照片 即是你說要有 他那裡真是很大的 即是他又不敢不讓你 即是你英國佬局 都會有一點 所以就是這樣 即是如果你要 要紀念館 即是你就算在那個 那個叫做歷史博物館 香港故事 這麼多層樓 多得不得了 你只是撥空間出來 已經是 如果政府肯給空間 我們當然好 但大家都知道 這個政府根本就是 會掩蓋 就不會做 就算你說有人 我相信也很難 真是給你一棟樓 我相信政府 都未必容許你搞 你有沒有跟當權的人 談過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不用跟他們談 總之有一個私家樓 最重要是找到一個地方 現在問題是空間和錢的問題 第一工廠大廈便宜 但工廠大廈不可以拿來做這件事 除非你改變用途 但你現在活化工廈 你要整座活化 你不可以改變一層的用途 你等它改變活化之後 那些已經賣到這麼貴 所以其實最後 都是地產霸權的問題 令到我們搞不定 除非政府肯給地方 但政府一定不肯給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在頭痛 我自己真的覺得 這件事是值得退的 但你支援會是很有能力去籌款的 如果你告訴市民 搞這件事 你會說我要兩千萬 大家要有這個決心 而且真的要找到一個地方 本身是適合的 但又不是貴到 兩千萬真的 聽起來大家都覺得很貴的 有沒有一些地方是適合 但大家又不是那麼貴 而是用到的 那我想這個就是 接下來我們都要想想的地方 但當然也要谷資聯會有一個共識 大家覺得是這樣去 即是你們沒有共識 是不是 現在我們就說研究 以前曾經提過的我 大家先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可行性 我們再決定 我相信特區政府 沒有什麼可能阻撓你 如果我自己的地方 你沒得搞 沒得阻撓我 那也有些私人博物館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很值得做 不過就是 我相信大陸更加興趣 如果我們這樣做 其實你覺得 中共會怎樣 一路一路收窄呢 對於香港我們這樣做 其實支聯會 有沒有真的有些人 當然你頂得不怕 但有沒有些人 真的擔心 因為現在越來越 他們經常說什麼 同城化 叫我們同深圳 即是他們的影響力 現在每一天都不知道 無千無萬大陸的人湧進來 即是這樣的壓力 對於你們那些成員 是有沒有有些影響 令到他們害怕 或者是怎樣 我想如果現在留在支聯會的成員 一路會撐下去 因為已經要害怕 很多年前都害怕了 所以我想我們的團隊 或者我們的成員 我就不太擔心 亦都是市民 最重要的是市民支持 我想如果中共看到 我們六四祭光那晚會 那麼多人出來支持的話 政府也不敢說太過去搞我們 但如果我們勢弱的話 就一定是踩死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勢弱很簡單 就算我去中聯辦 我多人一些和少人一些 對待都不同 如果多人一些 他都會比較肯跟你談 如果少人的話 他都會採你多餘 其實所有政府現在打壓 其實大家看到 他都覺得如果要勢弱的話 他都會強硬一些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們本身是得到市民支持 這個公民社會的空間 我們可以繼續撐下去 所以為何你說六四那晚 如果突然間縮回 給了兩萬人來 那他特區政府的相距 嘩 又不同了 所以這個訊息 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再跟我們的聽眾 觀眾說清楚些 為何今年 一年二十二年 又不是十 又不是五 中國人平時最重要 十五 十五二十 那些 今天二十二 為何都這麼緊張 一定要來 其實有三重意義 一個就是六四的意義 平反六四 第二重意義 就是現在抗議現政權的鎮壓 第三重意義 大家想想 今年是新海革命的一百周年 我們距離民主的理想 還多遙遠 還是走越遠 如果我們香港不發聲的話 整個國家 國內是沒有聲音的 所以現在香港有一個很強的作用 就是當整個國內 是被鎮壓得啞著無聲的時候 我們在這裏 是可以幫助他們發聲 當然如果有內地人 一起來發聲更加好 所以我們很希望今次 在維園那裏 看到多些內地人 看到多些年青人 尤其是年青人來 才是中國共產黨害怕 就是想著我們代除 遲早玩完 原來一路陸續有來 一路陸續 那些人繼續堅持這個理念 我想他就會覺得 不是那麼容易搞定香港 不是那麼快便玩完 我們那個公民本身的意識 是要抗命去爭取民主的意識 是會一直堅持下去的 他們內地有些人真的沒有聽過 那你們接觸到 你覺得他們是否很快都可以 拿到這個信息 因為他們一路都沒有人告訴他們 但是他們是會下來 接觸到 他們亦都相信 他們亦都會來參與 是的 其實我們看到 第一 有兩類內地大學生來到 跟那些人聽說 他們全來完全以前所聽的 不是這些 以前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聽到 總之是動亂 所以鎮壓 如果不鎮壓 就亂了 但是裏面那些學生的訴求是怎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們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有人搞動亂 但是來到香港他們告訴我們 經過香港 拿到的資訊 他們才知道六四的真相 然後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都想做義工 所以很感動 就是內地的大學生 來到香港 他們覺得 香港本身是很難得 很有價值地 把歷史保留 然後把真相告訴他們 另外一些 就是我們在街頭 現在擺檔 其實只有很多內地人 來跟我們聊 去了解這件事 又拿我們的單張看 所以我想是有影響 他們透過香港的資訊 他們真的知道這件事 我們希望他們真的有多些人 今次六月四日會來 你說起他們看的 我聽到上幾個星期 有一個遊行 就是支持 艾薇薇 就在九龍搞的 在廣東道那裡 我沒有去到 那次 他們說有很多人看 尤其是去到明店街那裡 你知道那裡有排隊 買手袋 買好東西 因為那裡有很多內地人 所以他們覺得很特別 你遊行 外地人都站在那裡 什麼事 所以我相信你們真的要找 多些他們那些 所以我們想想 聽完那次之後 因為我想想 這條路很好 對 我們也要走那條路 就是那條路 一直去到廣東道 對 那裡真是最多內地遊客的地方 讓他們去感受一下香港那種自由 感受一下香港對於內地的訴求 讓他們知道一下 所以我現在聽完那次之後 你們真的要量度一下 我們也在量度一下 不如下次找一次 我們也要走那條路 因為你一直維園出來 走軒尼斯道 都有內地人 但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那麼多人聚集在那裡 他們真的每個人都很奇怪 看完他們可能就會問 什麼藥味味 什麼事 我覺得 因為其實他們 拿信息回去是很重要的 是的 你和我又不能回去 又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去 他們 而且他們拿信息回去 他們沒有什麼事 你們沒有聽過有人出事 沒有聽過有人出事 還有現在的信息很多時候 在網上 他們自己可以在電腦看到 照片在那裡 他們可以有印象在那裡 其實這些機會 我們應該要掌握多些 是令到內地的維權意識也要提高 所以我在香港 我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為什麼大陸這麼害怕你 所以基地 是的 一定是基地 不過無論如何 我們就是和平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 我們 但是 其實我們一國兩制 聽你一直說的人 你都是有些信心 不會被人 押著 雖然有很多事情發生 但是我跟你現在做完節目 不會走出去就馬上失蹤 就是你都覺得 特區政府 無論多壞都好 就是有些事情 有一條界都不會過 還有我想 就是不會過 是因為我們厲害 而是因為市民厲害 就是如果香港市民 自己本身 是作為一個公民社會 頂得住 我們就頂得住 就是等於23條 其實那時候 大家想著 一定立法了 誰知道 就是五十萬人 一百萬人出來 就令到法例是立不到 就是那種的氣勢 那種的民氣 就是我們要保持的 如果我們可以 一直有這個民氣下去 我們相信 我們的自由空間 一定不會被 捏死 而反而就是 我們成為一個基地 繼續去支援內地 可以有聲音 和內地有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現在有的自由 都是多年來 不停的 大家要去捍衛 大家要去警覺 今天我是多謝了 李卓仁 上來我們這裏做這個節目 所以記住 六四維園見 拜拜 拜拜 六四維園見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 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